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科学意义的考古 那就是应该知道 这都是有科学研究价值 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历史上的成就 考古跟盗墓的区别 在于它的专业化 我们知道盗墓人是没有道德的 进去就是奔着东西去 一定是找这值钱的东西拿 拿了变钱 什么都不管 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这些知识 你就下载官复APP 在上面有相关的一切知识 我们今天说的考古学 是西方人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概念 那么 真正现代意义的考古呢 也不过就是百年啊 最初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干的 你比如一百年前 英国人和美国人呢 成立了考古队啊 去了 这个 两河流域啊 两河流域我们都知道是文明发祥地啊 他们都不挖自个的 英国人不带英国挖 美国人也不带美国挖 美国要挖也挖不出什么来 是吧 美国人最早的人叫印第安人啊 基本里都闹得差不多了 所以呢都到别人的地方去挖 美国挖什么呢 经常挖恐龙 是吧 都是自然的化石 我们这个所说的考古是指文物 那么当时欧洲的强国啊 组织的所谓的科学的考古队呢 都是到别人的地界上去挖 挖完了把人家东西就分了 呃 我们都知道北京有一个八宝山 八宝山你肯定不能去盗墓啊 八宝山埋的都是解放以后的人 解放以前的时候 八宝山已经是墓地了啊 八宝山旁边 啊 还有一座山 这山叫什么呢 叫老山啊 八宝山旁边的这个老山呢 专专业的考古这个人士呢 就是专门去做过这个勘查 认为这肯定没有汉墓 那么老山这个地方呢 这个因为挨着八宝山 他就没有居民区 这个话说就是1999年啊 去俩年轻的 这俩年轻的呢 很有意思啊 到那以后呢 什么仪器也没有 守大梁棚跟孙悟空似的 一看说 这是一大墓 嗯 说没事咱俩把它挖了吧 这俩人就咒服念出啊 挖了多长时间呢 大概挖了十几二十天 挖出来的土呢 就堆在旁边 我们老说啊 细节决定成败 这人死就死在细节上 他把这个土啊 这个堆的旁边呢 他就堆个坟堆那么高呢 就换一个地方堆 他为什么换一个地方堆呢 是因为再往上堆就比较费劲 你想你土往高处走啊 你人最后踩的松软的地方 你越堆越费劲 索性有的是地儿 就把土倒到别处 那么这个二十天下来啊 这坟堆就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就是这一片 刚才俩老太太早上早锻炼 这个六弯 六大发了 六到那儿去了 你看 说这怎么都是 一个一个新坟堆啊 说国家现在不许土葬啊 都得火葬啊 说是守着八宝山啊 你搞这个 老太太赶紧就跑回去了 回去干嘛去了呢 报案 到派出所 民警不能不出警啊 不出警叫不作为啊 所以这警察就跟着老太太 又翻回来了 翻回来以后呢 你看啊 说这些堆都是新土啊 拿着这个棍处一处啊 都是宣的 不大像埋过人呢 正纳闷呢 这俩兄弟 从弟弟也钻出来了 一下钻警察跟前 警察看着他们俩说 哎 你们俩干嘛呢 这俩人就直接撂了 说我们俩盗墓呢 啊 这时候啊 这俩人离主墓室 只差六十公分 那么这俩人就被带到派出所去了啊 带到派出所呢 我还见过这俩人 当时我还给他们求情 我说这俩人啥事没干成啊 我说能不能将来将功折过啊 替国家勘察 人又不给工资 又不买设备 就手达粮棚 把所有事都给解决了 替国家省钱呢 结果呢 谁高兴了呢 第一 考古所高兴了 第二 中央台高兴了 考古所说好 人家也前期准备了 这个中央台说 我们赶紧的啊 想办法直播 在2000年的时候 这个老山汉墓的最后挖掘的时候 是中央电视台直播的 那么所有的准备工作准备了八个月啊 盖了大棚啊 把现场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们的专业考古工作者就下去了 下去以后呢 一敲就进了牧室了 你们要注意了啊 前面是盗墓 这一敲是考古 那么明代墓里呢 有很多这个王爷的墓啊 跟皇上瞻亲戴故的这些王爷 比如这个我们2001年啊 在这个湖北中想啊 有个梁庄王墓 这个墓很有名 他不是因为这个墓主人有名 而是因为他出所文物呢 非常世俗化的美丽而有名 这个墓怎么被发现的呢 太有意思了 2001年过春节 盗墓贼也会写时间 你过春节 你就懈怠 光顾了过节了 然后你过节还干嘛呢 还放炮着 你放炮 他也放炮 你放炮是喜庆 他放炮是为了崩开这个墓 所以他放了一炮 好这一炮 这一炮全村人都出来了 说谁放在炮上这么大动静 一出来 这几个盗墓贼就跑了 跑了以后呢 他们看到梁庄王墓啊 已经崩开一大口子 就急了 恩锦就层层汇报 汇报到这个县里 省里一直汇报到这个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一看这个情况 没有办法再保护了 就 就是批了文了 抢劫性挖掘 所有人就看到当时被那个爆炸的那个惨像啊 就觉得凶多吉少了 这时候呢 就把他祸开了 把他一点一点 把他清理 把木道打开 结果里头有很深的水 然后一朵深的水 那水是污水啊 可不是清澈见底的 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就几台抽水机 往外抽 然后呢 抽到一定程度说 突然看见丝制品出来了 这么大一块丝制品 有那个黄泥汤子啊 什么都看不见 拿这个丝制品 用的 用个小托盘 比着说哎呀 重大的丝制品 结果拿着清水冲了 怎么拿怎么看上去像毛巾 最后拿清水冲干净了 一看 某某某某某某 毛巾上 所有人就凉了 就说这盗墓贼在里头还真干活 说累得出一头汗 还擦汗呢 这毛巾 结果呢 等水彻底抽干净了以后 发现里头没有动过 里头的大金盆 金壶都在原地摆着 虽然有位移 因为有水 这些东西都会位移 但是都在里头待着 哎 他们就拿了闷了 就说这毛巾呢 怎么进来的 后来经过现场分析啊 认为这个毛巾 是有可能当时盗墓贼堵炮眼 炮在爆炸的一瞬间 高压 把这个半个毛巾 从这个木道的这个砖缝里 给高压 歇进去了 砰了一下 就歇到这个墓葬里头去了 由于你抽水 水的慢慢的移动呢 他由前面游到了这个木道里 所以这个毛巾可能是这么来的 那这里出土了多少文物呢 你们听的都惊人啊 一名代的王爷啊 五千一百件 那么他出土了五千多件文物中呢 最重要的是他的金气 他的金气的累加重量 估计的带二十公斤 因为他上面有很多是镶线宝石的 而玉器有一千四百多件 春秋啊 之前我们所有的墓葬 首先他本身都没有防盗意识 我们的盗墓成锋啊 很大程度都是这个战国混乱以后 尤其到了汉代啊 到汉代以后盗墓就变成一个职业了 在这之前人是有约束的 我们周理的形成对人的约束是非常大的 我们过去啊 说这个人干坏事 最坏的事叫绝人家祖坟 这是最坏的事 所以盗墓呢 历朝历代为人不齿 那么历史盗决啊 历史盗决中呢 最这个最疯狂的时候 一定是社会秩序 钢肠最乱的时候 整个社会失控 很多人就会盯住地下这份财产 那么因为的盗墓的这个出现啊 我们汉代以后的墓葬就开始考虑反盗墓问题 最简单的方式就叫深埋 埋得越深 你挖起来就越困难 那当然有人说你爱埋多深埋多深 我今天就给你磕了 我今天你越深越来越挖你 因为你埋得越深的人是越有价值的人啊 越有价值的人出土东西就就就就越值钱 所以我一定要往深了挖 那怎么办呢 那么古人就发明了一种墓啊 这种墓呢叫流沙墓 他在这个墓葬的前后左右五个方位都灌满了流沙 这个流沙呢一般的情况下都要厚打两三米 因为浅了没用啊 说你一共就搁三十公分一边用都没有 当有这么厚的流沙层的时候 你盗墓的人一挖到这儿 那盗洞就给填满了 而且你人可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还有的流沙墓里会夹杂 就是几百斤一块的石头 不规则的石头 一旦你被这个石头砸中呢 你也会死于非命 那么有人就说 你不就是一流沙墓吗 这盗墓人他也有办法 你不是上面前后左右都有吗 他在隔壁很远的地方打一洞 从底下抛过去 再同时下面上来 他不破坏你的流沙 那么流沙墓呢 由于成本巨大 你想想他在埋葬了这个 这个主人以后 他要在前后左右都要布满很多沙子 而这个布满的这个沙子 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 所以成本会很大 我们历史上发现的流沙墓呢 并不是很多 也并没看到他有多有效 那么另外一种木就出现了 这种木是什么呢 是真假木 我们都知道曹操72种 它的真假木的方式呢 是我设置多个粉种 你闹不清楚 你不是到吗 你就挨个去找去吧 可能这72个全都是假的 我另外有一真的 反正你也找不着 那么另一种真假木 不是这种这个遗种 而是就在这木里 作为假的这个棺果 它一般的情况下 它会把假的棺果 搁到表面上 它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木的这个下侧 再挖身 再把它的这个遗体 葬在最下面 那么有的盗墓贼进来以后呢 你掀开棺果一看 呦 这里空的 是不是咱前面有人来过 给盗走了 这人就扬长而去 就回去了 所以他可能用这种 真真假假的方式 逃过一劫 但是实际上 这个古人在墓葬中 割毒是有限的 最多的就是我们传说的 这个秦王林 水银泄地 也叫水银成江海 有没有水银呢 今天的这个考古工作者 去勘察的时候啊 测试 秦王林的这个 这个附近的这个 土中的拱含量 超出正常的几百倍 那么证明史书上的记载呢 是可信的 但是它要成为江海啊 要在墓底下成为水银的江海 那是不可信的 首先没这么大量 可能撒进一定的水银 水银很快就会挥发 挥发以后就形成拱蒸气 拱蒸气是有毒的 所以这种毒气呢 就会被文人渲染 变成了一种强大的致命的武器 实际上 木道中的很多毒气是天然来的啊 比如木道长期不通风 里头再有微生物啊 所以这些所有的反盗墓的措施啊 你今天从科学的角度看 都是一种谣传啊 都是一种夸大其词的一种谣传 是一种文化的现象 这些现象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 都是吓唬盗贼的 我们这个真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中 基本上看不到这些 唯一能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塞门石 我们看到这个定灵 定灵当年皇上都安置好了 最后一个人退出牧室 把这个门关上 门后的有一块石头 顶着这门 当门关上的时候 这石头就落到应有的位置 刚刚卡住了 上面有个槽啊 卡住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你想推开这个门是没有可能的 那我们的考古工作者 用什么方法把它打开了呢 很简单 一根铁丝 刮住了它 一蹬就把它蹬开了 诸侯语上的大墓比较多的 你比如徐州 徐州著名的就有龟山汉墓 狮子山汉墓 有机会去徐州的人 一定要去龟山汉墓看看 看了以后呢 你会觉得 这地儿有点震惊 我去了反正就特震惊 它是依山而建 那么徐州那个地方山多 那山的石头还都特硬 都是那种灰岩石 很硬很硬的 它有春秋以前 没有的防盗措施 是什么呢 你听着简单单 截起来很难 它是塞石 它木道里呢 它根据木道的宽窄呢 它每层呢 是这个13块 一共有两层26块 这种大石头 巨大一块石头啊 大概比这桌子大 比这桌子厚 一块石头 大约都是六七吨重 这石头呢 和石头剁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硬币都塞不进去 然后呢 它就利用人工 把这些石头 依次推进木道 它因为跟这个木道 大小基本一致嘛 推进去以后 你就甭想拿出来了 那么它当把这个 木主人安葬完毕 所有的事情都做完的时候 就把这些石头 依次推进木道 换句话说 即便你找到这个木道 你也抠不出来 这里头这个 六七吨重的石头 大概有26块 你怎么把它弄出来 我们有办法把它弄出来 很可怕 我们今天的人都把它弄出来了 怎么弄出来的呢 它在这个石头上 这个断面 迎在外面这个断面 打一个乙鼻孔 什么叫乙鼻孔呢 这是个平面 从上侧往斜下方打 这个从下侧 由斜上方打 把它打穿 打穿以后呢 挂住钢索 把这石头给拽出来 那么我们今天把它拽出来 是请国家之力 不计时间成本 我一开始说了 这个开挖 大概挖了有十年 盗墓的人可没这耐心 盗墓的人可不能说 到那说我这 我照着十年挖 然后我这么大的人工 肯定不合算啊 所以盗墓的人 基本上对它呢 就就没有没有办法了 我们想象的是它没办法啊 可是我们把这个墓道 打开之后 发现这个墓依然被盗过 那么他们怎么进去呢 他们是从侧面 找位置 找可能打穿的地方 你不是打一个墓道吗 他也打一个墓道 他就用在这个石头之间 打了一个洞 就钻进去了 所以说任何反盗墓的措施 在这个盗墓贼面前 或者说在考古工作者面前 都是不起作用的 那我们建国以来啊 有多少汉墓未被盗绝 后来被我们偶然发现呢 有仨 第一个发现的是1968年 河北满城汉墓 在满城这个县的这个 西南面 大约1.5公里的这个灵山啊 我们一看叫灵山 灵都是皇帝灵嘛 68年啊 解放军修工室 一炮就崩出来了 当时据说的战事下去以后呢 手搭 旁边拿电筒一照 吓得就跑上来 说不得了了 里头全是金子 这个汉墓 当时是经周恩来总理 这个特批的 郭摩若 当时是这个中科院院长 亲临现场指导 然后说这个墓葬啊 完全是仿宫殿 里头非常宏大 非常大 满城汉墓因为手 然发现呢 就让所有的学者震惊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呃 刚才说了 汉墓十目九空 说怎么会碰见诸侯一级的大墓 居然未被盗绝呢 然后呢 这个主人是谁呢 是中山晋王刘胜啊 汉书上有记载 说他乐酒好肉啊 什么叫乐酒好肉 就爱吃爱喝啊 那么这里出土 最重要的文物是什么 大家熟知的长性功能 这样的 姿势很优美 溜金的 这个灯罩是可以活的 这个大袖子里是走烟的 这个烟直接就进入下面的水里啊 完全的环保 一点PM2.5都没有啊 那么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让我们啊 世人第一次看到金履玉衣 过去金履玉衣都是文献记载 没看到啊 像那个什么 这个其他早期 这个墓葬中偶尔看一个片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 但这里呢 就出土了金履玉衣 当时郭沐若先生到达现场的时候 说呢 说你这个赶紧往那边挖 说那边可能还有一个墓 结果一挖就是就把他夫人窦碗的墓葬 就挖出来了 窦碗的墓呢 更加的漂亮啊 这两个夫妻两个人都生前非常奢侈 但是这个据说清理的东西花了大量的时间啊 今天河北省博物馆主要是以河北满城汉墓的文物为主 形成了一个这个大博物馆啊 你今天到这个河北省博物馆去 这个满城汉墓的文物不可不看 那么汉代的啊 诸侯一级的大墓我们建国以来到底有多少座 这个为为盗爵而后被发爵呢 还有两个 一个是呢 1971年的这个 长沙马王龟汉墓 我们都知道 那里出土的文物也一万多件啊 只要是这大型汉墓那个出土的文物都是万级的 都不是千级的 那么出土了很多很多文物 我们知道的就是大家比较多的啊 是什么呢 是那个丝制品 据说有一件沙衣 从头到脚下了49克不到一两 我们今天回去 你回去把你内衣脱下来上乘腰腰 估计都超过这个分量 里头的大量精美的漆器写着均性酒均性食啊 这都干嘛的都告诉你很明确 这些文物重要归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老太太的遗体 遗体2000年失身不朽 出土的时候这个身上是有弹性的啊 头部都是黑的 出土以后 据说这个水是清的啊 很快就变黑了 变成酱油色 然后呢大家都慌了手脚 就是把这个遗体赶紧取出 取出以后迅速解剖 解剖以后呢 泡在福尔玛林里 第三个就是南越王墓 今天有机会啊 就去广州的时候腾出半天 一定跟出土司机一说 上南越王墓博馆 他一定拉你去 就在路边 你到南越王墓博馆进去啊 他基本上是按照原始状态布局的 除了那个展出大厅 他整个的那个墓道什么都允许你进去看 南越王墓啊 规格比较小 南越王啊 这个赵驼呀 是北方人 他是个河北人 当年被秦政府派过去 我们知道过去的人呢 水土不服 你从河北直接到了广州啊 完全的不适应 过去我们老说南方有瘴气 就是那湿气 尤其北方人啊 不适应 但赵驼这个人呢 就是到了这个 广州啊 非常适应啊 觉得这好玩 你要有花香 冬天也不冷 所以在那就乐此不疲啊 不愿意回来 自己在 在这个一方啊 在这个远离中央的地方称帝 对中央政府称王 为什么知道他称帝呢 就这墓葬里出土了一方印 这印上写着文帝行喜 这文帝是谁呢 是他孙子啊 叫赵妹 也叫赵胡 就为什么这个 这个赵驼的儿子们都没继承这王位呢 就是因为赵驼活的岁数太大 把儿子们全都给熬死了啊 儿子们就眼巴巴瞅着 瞅着这爹真能活 结果儿子没活过爹就全走了 走了以后是孙子 直接接这爷爷的班 我们过去说过啊 中国帝王呢 帝王辛苦啊 当帝王权力大归大 但是活着很辛苦 要操心 不操心 你就算几年 所以帝王呢 中国历史上当过帝王的人 没活过九十 赵驼 活得好 在位67年 寿数过百 他就做这王 做了67年 那么挖出来这个墓啊 我们刚才讲了 是他孙子 赵妹的墓 那么赵驼的墓呢 有人知道 差不多我就知道 在哪呢 这个有人推测啊 就是你知道这个古人是这样 这孙子的墓一定不会瞎埋 他一定跟他爷爷的墓是有坐标的 所以有人就认为呢 赵驼的墓葬在今天广州市的月秀山内 如果赵驼的墓被发现了 如果赵驼的墓也未被盗掘 那么我想出土的文物呢 将大大的优于今天的南越王墓 我们讲的这三座墓呢 都是建国以来偶然被发现 你看满城汉墓是解放军修宫室啊 这个长沙马王堆汉墓和这个南越王墓呢 都是当时要盖房 这个尤其这个南越王墓是那单位要盖宿舍楼 这一挖好行底是空的 所以这都是偶然的发现 我们有很多是不幸的 历史上有很多墓葬啊 你打开比如老山汉墓什么都没有了 非常的不幸 历史上怎么回事我们不清楚 但有些呢是不幸中的万幸 比如梁庄王墓啊 被盗墓盗掘以后啊 没有得手 人跑了 后面抢救性挖掘呢 基本上啊 还能达到我们科学考古的目的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些知识 你就下载官复APP 在上面有相关的一切知识 我们今天啊 有这个生活中 文化需求越来越高 大家都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博物馆去看 我们依次达到什么样的成就 博物馆都告诉你 他都会有食物来替蜜史说话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